这个男人太拉风了 一招旋风斩秒杀所有马匪 得罪了他喜欢的女人 能活命的几率为零 他喜欢的女人乌廷芳 却躺在向少龙怀里 那天 向少龙投胡赢得美人 抱着回房 乌廷芳以为他要下象棋 向少龙故意装晕 放走了乌廷芳 他来到地牢 打算救走陶总管 看守的人刚好回来 向少龙赶到打晕马匪 抱着女子逃走 途中看到杀马匪的连进 陶总管请他送大小姐回乌家堡 自己返回山寨取和氏币 向少龙却想着将功赎过 连进杀了马匪后 拿着和氏币进了赵木府 这一切都被向少龙暗中盯着 旅馆内向少龙问起和氏币的事 当年令向如大人 带回来的和氏币是假的 原来当年令向如大人 看穿15座城池换和氏币的骗局 令向如便去偷和氏币 可秦昭王早都已假换真了 令向如就偷了个假的回去 说吧 两人又去盯连进 连进来到玉七殿 二人也跟踪上来 这块就是老汉 所仿作的和氏币 果然好手艺 多谢大爷赞赏 此人是赵木头号剑下 连进 人长得帅 又带点酷 而且武功那么好 他岂不是天下无敌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